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藍片蘇維彬的精算鴨屏檔圓 在今天的檔圓當中 要給觀眾朋友介紹兩部 真好看的愛情電影 第一部是愛上你愛上我 這部電影主要是描述暢銷的作家 叫做伯克萊恩 她是受搖來演講 當時又來出色 當時才受到電視傳訪 她是鼓勵到她的特性勇敢面對著內心的最痛 但是其實她自己是沒辦法走出到 失去太太的最痛 所以告訴我 什麼影響了這部電影 呃...我妻子三年前死了 我從來沒想到有人去看這部電影 對 只要你和我分別是在你的頭上 她這個電影另外一個主角呢 是叫做伊洛斯 她是決定說不再跟女婦人做會 全心要經營到她的火點 但是明文算是把兩個人來創地 讓他們兩個人稍等做會 在不對的時間 等到對的人 他們兩個人是不是有辦法 還給自己這次機會 天開著的神秤 愛著對方呢 在電影裡面 人家有這麼沉悸的名聲 一杯咖啡 我從來沒有在一起 跟人家有一個卡碟的剪刀 這很不錯的車輪 哈哈 你多久都在這裡 我終於開了幾個月 開了我的店 請我提醒一下 你在約72小時 我喜歡他 今天要跟觀眾朋友介紹另外一部電影 叫做愛情逆轉勝 故事是發生在美國的流友 打來離婚的Sandy 帶到好生的女兒 幫你開著情侯的房子 開始來過著自己賺 自己吃的生活 還要上班 還要照顧小孩 這個阿力是相當的大 是把她帶到開朗傳不來 小朋友 歡迎到的 去跟醫療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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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糟糕 我們所有女生 都發生了一個階段 的理由 他這個時候 出現了一個年紀輕輕的社會新鮮林 叫做Alan 雖然說兩個人沒實在 但是Sandy要上班 所以就很快要請到一個保母來照顧孩子 他很聰明 還有愛心的Alan 不但來在這兒子的家裡 就這樣不停不停 跟Sandy搬到正面 小朋友是不是有辦法來碰到年齡的茶谷 來最愛等久的 在故事當中 讓有這麼清潔的妙瀟 I would never do that Oh my god What You have a thing for the name 南天所有賓的精算鴨皮 每一部電影都很好看 如果想要欣賞到我們所有的介紹的精算鴨皮 也像跟南天電視台做的聯絡 新增的數位電視機上合 都可以讓你住房子 輕鬆欣賞到好電影 今天一旦完經營到這裡 跟觀眾朋友說再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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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